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当然这个韩国瑜自己上场之后 表现不尽满意 但是呢还有副市长 副市长叶匡时也显了脸书 他说啊 高雄某些民意代表受制于意识形态 硬是把自贸区想成中国大陆 要木马屠城的特区 在前一阵子高雄市议会市政质询时 韩市长就已经说过了 自贸区的重要工作是 人流 物流 金流 然后法规松绑 那么韩国瑜事实上在他直播的时候 也讲了就是要松广法规 然后呢跟上国际规范 一例引进高科技 国际医疗跟跨境电商等高 还有高教等产业 那么面对韩国瑜先是质询上面 没有办法给予一个满意的答案 让这个议员实在受不了翻了白眼 他后来又开了这个脸书直播 不过同时在观察他脸书的 这个市议员黄杰就写脸书了 他说呢其实看了他的直播 有一个感觉 第一就是市长受市民监督的方式 不应该是直播 而是堂堂正正在议会接受质疑 再来是与其对着市民抱怨前朝 造成高雄财政问题严重 找市民讨拍 不如告诉市民实际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例如说你只是说要负责 要发贷财就好吗 包括人才资金产业的松绑 那到底什么地方松绑呢 那么到底他的评估又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来邀请高雄市议员黄杰 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问题 来黄杰先跟大家问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黄杰看了这个韩国瑜的直询 然后他又在脸书上面又做了一次直播 到底你问了他什么问题 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认为说 这只是片面的 那搞不好真的是被断章取义了 如果大家有回去看我完整12分钟的直询的话 就会知道那其实不是断章取义 我诊断其实我后面要问他更有层次的问题 包括更细项的内容 但他停留在第一个问题就答不出来 所以这个也是我蛮错愕的 身为一个市长自己要提的证件 但是他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还放在他的市政报告里 江市民要怎么相信他呢 好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当时 我第一个问题是他 问他说资金区现在有进度了吗 他说这两天会把资料送到我们手上 那目前也没有收到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我就问他说 请问市长是因为觉得说 现在高雄没有保税仓库 所以他想要引进是吗 然后他就说 他就没有办法回答了 他一开始甚至坐在位置上 赶快等他的副市长给他递纸条 但是副市长也来不及递给他 然后主席就说 诶市长要站起来回答了 然后他就很惊慌的站起来之后 没有办法回答说 高雄到底有没有保税仓库这件事情 但是这个建立保税仓库 是他明确写在他的报告里 提在他的证件里的一项政策 我就蛮惊讶说你连你的政策 都没有看过吗 你要提的东西都是你的幕僚 帮你拟的 甚至到现在才要报否叫 叫你的幕僚赶快给你资料 因为你提的东西被人家揭穿说 你根本就不知道了 好所以黄杰像保税仓库 确实他在于这个 资金区或资贸区 它确实是一个专业的名词 这个就必须要市长来做解释吗 他不可能说 比如他后来在直播上 他就讲了我就是要法令松绑 要人流金流都可以进来 然后认为说这是层层负责 所以是分工 所以他不用知道 甚至于他认为说 如果你再追问下去 就是一个刁难 但是虽然你是新科议员 你期望至少在议会电厂上面 市长应该要给你什么样的答案 那你就不会翻白眼 谢谢不好意思 我先说那个翻白眼 真的是如果有在现场的人 一定都是跟我有同样的感受 甚至会翻得比我还夸张 因为他真的太夸张了 连他要提的东西都不懂 那其实资金区这个内容 他保税仓库只是一个很基本的 因为其实现在早就有保税仓库了 我们现在已经有自贸的 自港的条例 自港区其实已经有所谓前店后厂 有所谓的境内关外 这些东西早就有啦 那他到底要放宽到多宽 这个不是很刁难的问题 而是资金区的本质 如果你连资金区的本质都没有办法回答 那你到底要什么啊 这是我真的很错愕的部分 所以我们听黄奇讲就知道说 原来本来就有自港条例了 那里面就已经有保税仓库 其实他只要这样讲一下 然后你就会往下再问问题了 对不对 这是你的帽子一个隐言 没错 我没有想到在前沿的部分就被卡住10分钟 所以我没有办法问下去 我后面准备了很多很多的产业 包括教育 包括医疗 包括建筑等等的 还有他最关心的农业 这些我本来都要一一的跟他讨教说 这个你要开放什么品项 然后你的管制策略是什么 但是这些都没有办法讨论 所以我就觉得很失望啊 你真的是有心想要治理高雄吗 好对于一位就是已经做好准备的议员 想要来跟市长做请教 其实在这过程当中 像刚刚瑞德哥也讲嘛 我们从跟你谈话当中就知道 其实你也不是一位咄咄逼人型的议员 你只是希望有机会让他把话说清楚 一个市长应该是非常感谢你这样做 甚至于很多时候我们知道 执政党的议员反而是故意喜欢丢问题 然后让市长来做陈述 这是一个让他难得可以阐述政策的机会 结果现在反而韩粉说要罢免你 因为你欺负他们的市长 我觉得这件事蛮可惜的 就是我觉得我在丢问题的时候 其实对市长真的是一个 让他可以做他的政策辩论的机会 是一个给他舞台给他空间他还不好好珍惜 他在议会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市民宣扬他的政策 明明就是一个大好机会 他却没有好好把握 这是我觉得他自己失算 他没有想到他不知道这件事情被大家发现了 然后针对韩粉对我的批评指教 其实我是觉得 主要是因为现在门槛也还没有到 因为要过一年 所以最快是今年12月的事情 可能到时候可以再评估看看 那目前他们对我的到我的脸书洗版 然后把办公室的电话打爆 这些我都觉得可以接受 因为有人对他们的神有一些攻击 或者是说对他们的神造成了一些负面的效果 他们一定是不能接受 对啊希望大家不要再造神了 不管是过去的韩市长 还是接下来我被封为什么湘米女神 我觉得都不需要这样 如果大家有看我们与二的距离 就会知道造成效应 真的对社会来说不是一个好的进展 好所以黄杰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说 其实你第一次的时候 是准备了很多的题目 要让韩国瑜好好的把他的政策讲清楚 尤其是这个让高雄发大财的方法 不论是自经区还是自贸区 可是他没机会嘛 等于是在第一题就卡关了 如果我们用这个所谓综艺节目过关来讲的话 你要不要现在考前泄题给他一下 他的幕僚总可以帮他准备了吧 其实我的题目都写得很清楚啊 我当时的投影片甚至我脸书早就泄题了 甚至很早很早以前 他从他第一次临时会就泄题给他了 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准备好 我就不知道是他能力的问题 还是他真的没有心想要做功课 他就是想要交一张零分的白卷这样子 好来明月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黄姐 我想要问一下议员哦就是说在你们这个质询之前 像台北市议会都会有这个国会联络人啊 或者会有一些幕僚先来请教说你们要问市长什么问题 那他事前有做这样的准备功课吗 就有人来问你吗 有人来问你说你要问什么样的问题吗 这一天有啊有啊他的联络人都会来问 我就说就是自经区啊 因为前面很多个议员都问过了 其实我问的问题差不多 所以也就是这就是证明嘛 就是证明说其实他们这个幕僚都有来问这个议员 所以你们不是当天天马行空 也不是说像韩国瑜事后讲的说 你们就是故意要刁难他 所以在你之前已经有同样的议员在问 前面的议员在问差不多的问题 那他也是这样子的回答吗 其实前面几个议员都也是问自经区 所以我就想说同样的问题 你应该总该要一次比一次进步吧 因为其实他回答前面的议员 包括陈志忠议员邱俊宪议员 他也是都回答的很差 都是避重就轻说 自经区对高雄就是好的 所以我才更疑惑说 等一下我一定要好好的请教他 到底好在哪里 好来义富哥 那你对于就是黄杰议员跟韩国瑜之间的质询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黄议员 议员我想请问一下 其实你像保税仓库等等 你对自经区的了解 比如说是港区的自由度等等 那这一个实在是一个大灾问的问题 因为它涉及到中央法律的问题 那你在准备执行过程当中 你有考虑过其实有很多事情 并不是地方政府可以做得到的吗 对啊 其实我也知道说 法规到底要不要松绑是中央的事情 因为回归到法规 所以我才当天才问市长说 因为这个是法规上的问题 那他们觉得法规的限制在哪里 我们才可以进一步讨论 然后针对地方针对高雄 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产业的冲击评估 所以我当天的问题也没有很刁难 我最后是要他做高雄的产业冲击影响评估 也就是说如果他想要开放的话 会不会对高雄的产业造成影响 既有的农业啊既有的医疗啊教育等等的 正面跟负面的影响是什么 你总该要做基本的了解吧 如果你连高雄对高雄到底是好还是坏 你都说不出来 那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样相信 那议员再问一个问题 桃园自由贸易港区 其实某种程度就是自禁区的概念在做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对自禁区基本上是赞同还反对的 因为桃园其实做的规模是蛮大的 桃园做的规模蛮大 没有他自由贸易港区 但是基本上他也是自禁区的一种 他如果可以当得出来的话 那也是其中的一种 完全不一样 那是低度里面特区的开发 自由贸易港区也是修法还除税法的问题 我当然知道 我说自由贸易港区其实他也在做 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接近了自由经济区 只是有很多的法规上面 他并没有很明确的开放 包括医疗能不能自由 我企业化经营等等都还没开放 我还有中资啊 中资也不行啊 中资也不行我也知道啦 因为自贸区里面对于大陆的项目 其实早就已经有很多的开放 你了解吗 我知道其实您的问题跟我一样 因为我当天也是问他说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的自港区已经有在做了 包括我刚刚说的什么境内关外 前天后场 甚至我们连保顺商库都有啦 那他到底要做什么 是跟目前自港区的条例不一样的地方 我就是希望请市长来说明这个部分 好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王杰 最后一个问题 尽管我请要问你就是 在这样的一个咨询下来之后 你从市长那边所获得的资讯 因为在第一题就卡关了 那么接下来 你还会针对这样同样的议题 什么时候会再咨询他呢 那他有多少时间可以准备 他现在就应该准备啦 其实接下来到6月5号之前都是 我们市政总质询的时间 然后我自己的话是在下礼拜5月15号 所以在这之前 其实他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做准备 而且他早该从上任前提出政策前 就该准备的东西 希望他现在可以要抱口角也好 要赶快加紧脚步 不要再让高雄市民跟着一个空泛的政策 喊口号